大家好,我們這次恢復方舟雜誌 其實我們上次有提過為何我們有這個項目 我們談了很久是否要做的 因為大家都不會很想聽一些線稿內部廣告 我們都不想經常把自己身邊的東西拿出去銷售 但是我想這個節目主要是希望大家有一個更新 我們大概有什麼和公共有關的東西進行 因為那些所謂的理念是很虛的 你經常都說一些很虛的字眼和沒有人聽之餘 希望我自己覺得會很有反效果 賀錦麗的選舉就好一個例子 我們看到他每一個話題 全部都是我們上課講的字眼 民主、自由、國家 但是你會感覺到有些少少破帶的感覺 這個就是之後幾天我們可以長談 怎樣做一個 speech 但是那怎樣才可以做到呢 只能夠慢慢水滴石穿 我們經常講一些細的細節 大家可能一年半再之後 就可以remap到big picture 這個就是對我來說其中一個元氣 所以我們會呼籲每個星期 大概會有八個點數 我們在做什麼 因為我們做的事情很狂雜 所以都是輕大過仔細的事情 就會另外去另案處理 不如先講我們這次第一個最大的重點 就是Jerky在台灣 這是一個很大的新聞 不如你講一下為什麼你會在台灣 那當然是放假 冬天 哪有人在英國留這麼久 在冬天 因為很多人都會在台灣 關心你為什麼又去了那邊 是不是又不在英國 其實這些問題 正如我每次在英國 我覺得我自己永遠的答案也是這樣的 就算是19年前 我們都想做一個Global citizen 但是這個答案也是很虛的 有賀錦麗的 所以你用你的方式回答 你為什麼是台灣 這個真的 避暑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避寒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我發覺很多人都是在冬天準備一下 要受不了 第二就是因為很多人要護膚 那個不是我 是我身邊的人 很多人 就是一個 身邊的那位太太 她說 英國做不到面膚 要Gel甲 一年沒有Gel甲 這是一個地獄的慘況 要過來重整自己一下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順便見一下家人等等 我懷疑這個是不是已經是 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在外地見一下家人 歐洲人又要Gel甲 即是歐洲人日常生活 這麼久都不知道有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你旁邊的那個不Gel甲 會去日本 會買書 買書 買書很重要 記住 接著會見朋友 再聯繫香港人 在那裡見面 有時候不是他不想回香港 而是他覺得 在那裡做個中選站 又可以做個回程 我在過去幾年都遇到不少 這一類的朋友 這是有趣的模式 所以大家如果在台灣 又想問Jacky的話 就訊息她 這個其實都很重要 譬如說 為什麼很多家人 會去外面做見面 就是因為留在香港的人 大部分都會想 我去一去旅行 出去休息也好 本身自己也可能要去日本 和台灣旅行 我發現原來很多人 尤其是離開了 或者是別處居住的那些 他反而未必會選擇香港 作為中選站 有些選擇台灣 有些選擇日本作為中選站 順便家人又去日本旅行 一起訂購Airbnb 在那裏一起生活一下 其實我發覺已經越來越多 這樣的情況 所以很擔心 糟糕了 香港不做中選站 那你還做什麼 其實留在香港那些 不要這麼說 香港也很有獨特功能 中選另外一些地方 另外有些朋友 又不能過到那條線 其實以前香港也是這樣的 就算在九年前 很多香港的朋友 都有這個模式 都會在新加坡 東京 做一個HUB 那久不久就會有一個集團 不過現在更加明顯 這個生活模式是結構性的 不是因為在九年而出現的 而是提供了一個更大的 trend 所以大家回來的重點 想找Jacky的話就找她 我相信你每年都會出現一下 再加上我以為你的答案是會來上班 當然因為你是遊客 所以你不是工作 會被人驅逐出境 但是在現在我們的辦公室 確實是有一些比較完整的設備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於是我們就說說第二些重點 我們之前有一個美國的大選節目 這個是我們今次想分享的內容 因為大家如果有看過就會看過 沒有看過就沒有看過 但是我們想說的是什麼 我們怎樣可以做一個 Decense的國際新聞的頻道 一直都是反思當中的 這次的Live 好像數字上不錯 雖然我們是說不看view 但還是會看的 這次的反應如何 兩位覺得 原來辛苦了大家 有業績壓力 真的這麼說 你想想沈山出片 Simon出片 然後Jacky出片 然後我出片 然後我的感覺 我都有業績壓力 但是這個Live 其實是挺有意思的 第一件事 我想在開始之前 我們談這件事 我內心在想 大哥一路數票 哪裏有這麼多話說 現在看這裡多了2% 難道這樣 我們有什麼資訊 可以帶給別人 因為我們跟其他那些 我想跟一般口水佬不一樣 可能我們看的書 比較多 我們這樣說的當然會出事 不關我的事 很尊重其他同行 對不起 我是口水佬 我考慮到 我們本台都是比較學術性 我是一個口水佬 所以我不想 拖下大家的質素 所以我跟Jacky和Simon 我們在事前事後 希望可以做到Live 或者Live前 Live後 都會有一些訪問 可以做到 我想Jacky也會認同 或者Simon也會認同 就是我們這次訪問 張崑陽 和另外兩個香港人 在美國組織的人 的時候 你會很明顯感受到 他們的角度 是很不一樣的 我想這裏都是帶到一些訪問 給我們的聽眾 觀眾 是的 Billy說得很謙虛 好像說到我們個過的 有些參與 實際上 其實今次整個Live裡面 最重要的是Billy 即那三個訪問 首先是Billy幫忙約 另外其實我們每個都 總會遲五分鐘 十分鐘 不太想出現 因為想著 你怎會說到這麼多小時 但最準時出現的 幫助撐牆 其實就是Billy 所以大家應該要感謝她 尤其是她有幾個 很關鍵的訪問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包括有兩位來自加州 我們在說在一些 所謂藍色州份裏面 他們的選票是怎樣 尤其是香港人的選票是怎樣 香港有一些延遲的DED計劃 其實他們有沒有擔心 其實那個訪問我也很精彩 另外其實Billy 另一個很精彩的 就是帶來了張坤陽的訪問 我們特意剪出來 再做多一集 這些真的是 是不是添食的 好例子 播完再播 我們多好 我不知道那個所謂收視 是怎樣才叫做好 以及怎樣才叫做常態 我自己 我現在好跌心水 尊重小眾的 但是 因為Jacky你夠大眾 但我想那個選舉日 當然是這樣分工的 但選舉日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平時有些不看國際新聞 以及不理會美國的人 那天都會關注的 當日我們做Live 好像跟一個時段最高 差不多一萬人 我想對我們來說是多的 總共會有多少 二十幾萬人 現在的收視壓力 也算是可以的 可以的 因為我以前做一些主流媒體 他們其實都會有收視壓力 說真的不會去到那個數目的 不是因為什麼原因 是因為以前大家的關注度 諸如此類 是兩個世界 所以我們如果做一個Live 有一萬人 是一個我們會反思的事情 為什麼大家會有興趣 以及以後為什麼可以 持續到這個興趣 後來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只是那天有興趣 那四年一論 就不是一個structure 我們經常都說 很structural的東西 那怎樣可以 將那個interest 可以保持下去 這個我們當然沒有答案 但是也感謝大家來參觀 看這個節目 所以我們下一個point 其實也是延伸到大選有關 其實在選舉期間 我們做了很多訪問 在會員區有十幾個訪問 我覺得是 我有心的感受 是在於我們有那些訪問 獨家擺在一個play zone 不是只是因為有play zone的朋友 是付費支持 當然那也是很大的原因 但是其中一個 我很想討論的原因 就是很多朋友 真的不想在公海那裏討論 但是就願意在一個 比較exclusive的area 長所欲言 這個現象是越來越明顯的 以前都會有的 在我們來開香港之前 有時候都會有些嘉賓 或者我們自己都是 或者你會很關心 這個什麼平台呢 出到去後 會不會有一堆hater搞你呢 或者是否講錯一隻字眼 會被別人抽清呢 然後你的工作 你的老闆會不喜歡 你的公共曝光呢 以前都會想這些 但是現在就更加明顯 是公海和非公海 是有個分別 這個我們控制不了的 我們有幾個嘉賓的訪問 其實我很想播出來 因為我覺得很有教育意義 但是當事人真的很不想 我們就留在一個play zone 我又知道為什麼 你看到美國大選 美國的特朗粉和特朗粉 都是非常狂熱的 他在美國上班 你無緣無故說話 然後你得失你兩邊 任何朋友都會很煩 這個可以理解 香港的網絡世界 也是有特朗粉和特朗粉 也會有做同樣的枝妖 可能更加激 所以他又不想煩惱美國的網民 香港的網民 寧願在會員區 但我覺得是挺可惜的 我覺得最努力放在公海 是我的朋友 教授峰的訪問 他是一個非常有心人 而且是一個極度嚴謹的學者 即是你用一個學術的態度 做學術是正常的 但他是用學術的態度 做人生活一件事 是比較厲害的 例如他寫一本通俗的書 會有一萬個寬錄那種 所以他做節目 他都會自己在會員區 跟我們說話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PowerPoint 我們都不會這樣 但他每一個項目都有些提供 但重點不是他說PowerPoint 而是他分享個人經歷 在Georgia那邊 為何會有這麼多人頭 特朗普 而他本身的背景就是 傳統精英 大學教書 所有大學教書的人 近乎都是自由派 尤其是美國 但是他會很能夠解釋 他接觸到的州的鄰居 或者其他人會投特朗普 這是一個很落地的解釋 而我們很多自由派的朋友 始終不太想接受這些點 所以我想在公眾傳訊的角度 是很值得看的 但是內海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原因 很多東西都要留在Pay Zone 另外有幾個例子 我覺得都很值得我們參考 例如說我訪問了一位民進黨的朋友 接著會訪問一位國民黨的朋友 去說台灣怎樣回應 其實這些題目 我也發覺在公開 真的很難做 民進黨的朋友 是洪耀蘭博士 也是一位奇人 他以前在台灣成立了一個機構 叫做未來世界交易所 其實有些像美國那種 你用買股票的角度去做Pow 而是準過Pow 這次我們又看到 你在那個賭場 是會準過學者做Pow 那麼洪博士在十幾年前 建立這個會 這個組織 就是買股票的概念 然後你用賣股票的方式去顯示你的選擇 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香港的交投 譬如說你是買梁振英還是唐英年 當然這是另一個世界 一個概念就是這樣 他是民進黨的智囊 是蔡前總統信任的人 那跟他談 就是台灣怎樣回應特朗普的當選 然後我另外一位朋友 是國民黨負責國際關係的 在美國的人 之前也訪問過他 就是Eric 其實這些訪問在舊香港是很簡單的事 就是你有不同的觀點 但是新的時代是很難 因為大家 這個網絡世界太過壁淚分明了 台灣更加也是 那你在台灣的媒體 你都很難同時間 找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朋友 講同一個議題 而不出事 因為太過Polarized 所以我們是留在會員區 那我們都可以分別地說一些細節的事情 不需要太過Border 就是那些叫Propolis的反應 同樣的原因 其實Trump粉和Trump haters都是 所以我們最初又聘請了一位 大家很熟悉的前立法會議員 就是大教陳偉業議員 他非常反對特朗普 說了很多他的觀點 然後我又找了一位網友寫了一篇文章 去說他為何支持Trump 因為實際太過Polarized 擺公海又會有很多其他反應 於是我又留在會員區 那邊支持Trump的文章是很精彩的 他寫了五千字 就是說他為何支持Trump 而是用一些很連登的語言 然後我們有些members 會覺得平時我們不是這樣寫 人不是這樣說話 不是觀點問題 而是語言的問題 但其實以我理解 他一定可以寫得到很學術的語言 為何用連登畫寫五千字 為何支持Trump 其實整個package 就是同樣的訊息 因為Trump 只是用這個方式說話 即他提供他的訊息 他對他的支持者 就是用Trump的語言 在美國學者研究了很久 什麼是Trump的語言 你知道他講來講 其實都是那些用字 會不會他做得更好 這個全世界可以做到 諸如此類 他每一句話都是這樣 你看紀錄片 他三十年前都已經這樣說話 但是他有很多特色的語言 是令到大家覺得他是人民的一份子 即使用連登畫 為何支持Trump 某個程度上 就是在寫著原汁原味的訊息 的香港 即是廣東話版 有機會我們再講一下這些細節位 所以我們用了很多時間 做這個會員區 不是純粹因為 這個play zone的問題 which is part of the reasons 而是因為很多事情 真的不知道 如何在公開可以做到 還有很多例子 所以我想在未來 其實我一旦覺得是鼓勵 因為在會員區的反應 是挺好的 這堆訪問 因為大家知道 是很值得的錢 還有外面看不到 但是在另一個角度 我自己都很擔心 即如果你公開永遠都看不到這些 的話 這個世界都很嚴重 因為公開永遠都會看到 那堆東西 而且這個會是一個常態 那有什麼解決呢 我又想不到 這個就是我做完這堆東西 然後自己的反應 其中一個做法 就是在公開中 鎖了一個評論 然後就去說 因為事實上 我們在今次做這個 美國選舉之前 我們試過做過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試過找一些 撐隨便一邊的人出來說 但是如果你用 譬如特朗普的 你下面那些 就會有一班人說 你這個台不可以 找這些人說 好沒有代表性等等 你找Harris那邊 就會下面有些倉份 說這個民主黨不行 然後做很多任何事情 我甚至乎試過有幾個實驗 就是找兩邊的人出來說 最後我經常都以為 就是我們有兩邊最好的公平 就是一人一邊有個代表 再加上三個人一起談 最後的結論就是 兩邊的人都一起罵你 其實是不會有任何好處發生 如果你作為一個成熟的評論 反而你覺得沒什麼所謂 但有時候我們請一些專家過來的時候 他來跟我們分享 其實我們不會付很多錢給別人罵 而且反而是他們做完訪問 不會在他的真正試圖上有什麼得著 所以大家都是想著一個好心 幫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見識 但他看著這個評論區 其實就有點容易令人擔心 我在想是否有時候去到一些非常有爭議性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把評論區關掉了 會不會是一件好一點的事呢 當然我們不是只是評論 有些人真的會不看 以及每個人對恨人的誠實程度都不同 有些人反而會很悲哮 有些人會自己翻譯 有人罵他就是有人讚 每個人的反應都不同 但我想最重要的問題不是恨人 而是真的會影響到某些人的工作 我又舉了一個例子 之前我訪問過一位牛津大學的教授 他當時說了學說自由 他有個建議是政府的一條標的基礎 大家看看會員區會明白我會說哪位 其實他是一個很有心的人 也很想做一些事情 在英國一個本地的教授 有心跟我們談這些內容 其實真的很難得 但他有一個底線 他說他堅持不會開社交媒體 即是Twitter即是X 他就說你一開的話一定有人投訴 牛津大學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的母校是非常之左翼的朋友當道 他很肯定無論他說什麼都好 就會有一堆人去留言 然後他會直接投訴給學校 無論你說什麼 學校現在是會對任何投訴 都會開的委員會 即是會很煩 然後他說我明明是想做一些社交的事 為何要煩到自己 於是他一定不會開社交媒體 同樣的話我聽過很多朋友說 即是我們以前那些 舊朋友舊同學舊同事 特別是外國那些 近這五至十年後很明顯 有一種投訴的文化 學校是不知道怎樣處理 即是有查不是有查 那你客觀效果 就會令大家越來越不想面對公眾 因為沒有好處 你打工而已 已經發言了 工作又多 那為何還要發言這些事情 所以我想無論你有沒有留言 很多朋友最擔心 就是會回復到自己平時的 primary identity 另外有些朋友也會擔心 他覺得他是想說一些很深入的事情 你放在公海裡 你會扭曲他說的話 你有沒有人是恨人 都是另一件事 但是你扭曲了他說的話 就會令到他身邊的朋友 都會不開心 但是那些朋友也不會很仔細的 聽到那個字 如果他做了一件事 那效果是有反效果的 那他覺得他還在做什麼呢 而這些評論我聽了太多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烏仁區 都是相對容易找嘉賓 就是因為大家一來 感謝大家幫忙 二來就是他們覺得 他起碼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 而他不會太擔心反效果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解決 沒有的解決就是 你多拍一些廣告片 讓一些人進去看 就是讓一些理性的人 真的對這個知識 願意為知識付費的人進去看 你說話真的很容易得出 什麼理性的人 大家都很理性的 是的 對不起 因為我經常被那個人 我經常被黑人做 做文化警察 說你真的 讀得差 我8.5%被人說 英文讀得差 厲害 但anyways 所以我面對太多這些人 所以 就是這樣 拍多一些廣告 只能夠去 把大家進去那個 我想我們未來,雖然沒有這個答案,如果公共空間無論誰做都好 都很難有以前我們很貴重那種百家爭鳴的效果 公共是會失去一些事情,而我覺得是很可惜的,就好像美國選舉 其實特朗普的支持者和Harris的支持者是否真的完全不能過分呢? 我又覺得不是,但為何他們好像一直溝通不了呢? 他們已經沒有什麼言論自由的問題了,可以順水若然,不會被逮捕,沒有國安法 自由國安法的,但不是香港式的國安法 那為何他們一直溝通不了呢? 但我覺得他們不是笑即白的,我講完這個項目就去下一個項目 我看特朗普和Harris的勝利和洛選宣言的集會,我都覺得好像回到大學一樣 不過是兩個不同的房間,特朗普那種是 fraternity 那個會 大家喝完酒,然後上台說話和跳舞 Harris那種是傳統精英的辯論會的誓師大會 這些全部都是很泡沫的說話 但兩邊都是美國人來的 通常我們以前的經歷就是,職業學生去完那個議題 很認真說Harris說話,然後晚上就去Frat那邊喝酒,然後說特朗普說話 那你合起來就是完整的美國人 其實他們本來就是這樣,你現在無法合作 但這個太長了,我們有機會再說,下一個項目 我們這個應該是內部資訊分享,所以下一個項目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先說新聞,因為我們的新聞節目現在有新的主持 我們特別情商了傅立賢來加盟,不如說說他的角色是什麼 加盟這個字很厲害,我們成功收購傅立賢 其實我們整個新聞的設計已經做了三個月,我計算大謊話話 現在我們一直以來欠缺一個人才,就是他可以選到新聞 我們試了兩三個月,其實傅立賢這段時間都會幫忙 以前選新聞,我們要開會,早上要談,晚上要坐報 我突然間自己好像改了姓,我好像姓黎,好像不是那麼好 所以很幸運,這次就找到傅立賢來幫忙 可能大家會第一次聽他的說話 可能他會說,不是以前聽過的聲音 但大家可以另外去看看,傅立賢這次很成功做到一個位置 就是他選了新聞的位置 其實最可能我們最複雜的情況不是怎樣讀新聞 又或者是怎樣縮寫一段新聞 當然這是一個以前我們經常是基本記者的技巧 但其實我們每天去處理這件事最難的就是 怎樣可以大概呈現八至九條新聞 你今天需要看哪八至九條全球性的新聞 傅立賢在這裏做了兩個角色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選新聞那個 第二個就是他幫我們表演出來 還有一些智慧的AI操作 寫短新聞 總之加起來他現在成為了我們的 是否新聞總片可以坐兩年 我有問他,不如你全職做新聞算吧 他做這件事是有熱誠的 因為他另外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在做 在不同的時間,會有不同的樣子看到他 但我一直都跟他說 我感覺到他最大的熱誠是一類 而且他是一個奇人 我們身邊有很多奇人 他是很真心相信中華民國的道統的人 但他又很抗拒被人歸邊做男 因為他覺得他是很支持極端地反共的 總之他到台灣,人們不會知道如何分析他 但是你陸營的人絕對不會說中華民國 直至到現在賴總統這樣說 他覺得非常開心,終於找到一種鄉共鳴感 我們希望多一些朋友一起參與 因為我們希望國際新聞可以慢慢變得行常化 現在還在試驗中 如果我們變得行常化的話 這樣就會有一些很普遍的主題 而是不需要太過燃燒人 這是我們出新聞的原因 還有我們出新聞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 就是怎樣可以 無論是演說法或什麼都好 我們經常要問 我們究竟每一個人看這個台 他看幾個小時在這裡 他會拿到什麼走 我們過去有一個多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只有評論 其實香港一直以來都存在了這樣的問題 我們有很多評論員 就頂了新聞工作的角色 所以如果一個節目只出了一條評論 其實你看不到整個節目說什麼 或者你不知道錯過了那天的新聞是什麼 所以希望我們會有一個整體的新聞簡單的報導 說八、九條新聞 就起碼你 我花了十五分鐘 我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想再看多一點它的影響 你看到我們的新聞是幾無立場 我覺得有一個回應 是一些讀者回應 我覺得我是贊同的 他的說法就是 我們去報導某一則香港新聞的時候 其實他只是說了 好像是有些官員 來了英國那裏去宣揚香港有法治 然後我們在那段新聞片裏 沒有平衡報導到 香港其實法治有問題等等 或者這些人說謊 所以我們其實整個結構是有不同的 我們的新聞頻道是真正的 純粹是真正的 哪一個人去了哪裏做了什麼事 這就是一個事實報導 然後我們上面就有些不同的評論者 去講一下他對這件事的分析、觀點等等 然後我們再下去 就會有披鬆Simon 就是選擇一些更專業的說法出來 或者是Billy我們做一些課程等等 可能幾個小時去研究一個很簡單的很專屬的題目 所以是一個很嚴謹的金字塔式的結構 好像很宏大 我純粹舉例 你報到北韓新聞 你不會多加一句北韓沒有法治 大家都知道這些是不需要說的 這些就是因為我們過往那四五年 看慣了評論者做新聞 他覺得新聞應該要有立場 然後說完還要罵他才開心 你講完的話你就會想到的 不是嗎 這個我覺得是 所以你發覺我們的新聞是有鋪牌的 其實你把所有的事實都猜到 我們講了很多伊朗新聞 你不會當我們是伊朗觀台 北韓的歷史真的很好 其實以前香港的新聞 不會有新聞去拿北韓的 全部都是 金正恩怎樣怎樣怎樣 又發射導彈 但是你不需要補多一句 北韓現在沒有法治人很慘 餓死 所以你講香港新聞 你講香港沒有法治 你講到她媽媽的女人是沒有意思的 Anyway 新聞是做了大家說一些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是想做一些 知識的內容 以及不需要太過燃燒個人 我很擔心那一點就是 這些平台不論大家做多久都好 我們經常都想 不要只是靠人 但是社交媒體是非常之人主導的 這是一個我們解決不了的兩難 還有我們做得越多事 訂了越多資源去做那些新的事 收視越低的 因為那些是沒有人的元素 這也是整體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嘗試的 不然就變成要做到死 不是為了錢 是你走出街 然後別人就會記得某個形象 就是為了那個形象而生活 改變自己 這是非常痛苦的事 不想這樣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都是想有不同的 整個很diversify的環境 其實那個台裏做新聞 Beeby在裏面 有時候她都會拋新聞出來的 哈哈哈哈 我看到那個工作路 我真的不敢出現 大哥 說多兩句 待會Jacky跟我說 不如你做吧 這樣 那我真的先走了 大哥 不如你處理兩三天吧 不要搞這些 我看一段影片 看新聞 然後找角度 然後開始找研究 然後四五個小時走不了 不過已經比我一年前 開始在這裡的Journey 就是我們拍片的時候 現在可能有時兩三個小時 突然有些題目是熟悉的 有根 我想這件事其實很消耗個人 你每做所有事情都好像 Sharp smells blood 你看到那件事 立刻拍片 那件事就變成這樣 其實這個就是我到現在為止 都解決不了問題 我們的新聞 按收視 它不會派到很多東西給你 因為它沒有人 它不是跟著一個人走的東西 甚至乎不是跟著一個題目走 跟著SEO牌是很嚴重的 譬如我今天說 中國很糟糕 又破產 有很多人看的 旁邊奧回來 有很多人看的 但你八條新聞擺槍 菲律賓南海問題 接著伊朗發生什麼事 德國總理怎樣怎樣 這些是沒有人想知道的新聞 但新聞本身就是 想給你一些 你不只是想理你立場的東西 你想在你原本的世界上 擴闊一點點 所以其實新聞本身就是很反對SEO 然後我們新聞也要丟很多資源 然後你發覺加上的數字 是非常難平衡的 所以其實是 我不知道 我開始做了三個月之後 有時候很後悔 還沒開始錯了這個計劃 因為坊間有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純粹跟SEO 那天說什麼題目就照出 或是純AI 但是這樣很沒有溫度 而且說真的 你用一個不是立場先行的方式 報新聞不等於你沒有立場 所以那個鋪排也有一種設計 那些又是不能言喻的 我們是很扔成本 我們是虧錢 但其實那個問題 不只是在網絡時代都發生的 你有沒有留意 以前是不是很小 曾經有一段時間 亞視的新聞 是很想解決這個問題的 即是有沒有可能有人的 原所裡面 我剛才買了一本舊書 叫做審野回憶錄 你應該沒有聽過這個人 他那時候就是入主亞視 然後就介紹了台灣風格 例如找何守信來報新聞 然後 你有沒有印象 有 有何守信報新聞 我常常以為他本身是新聞報道員 即是他故意的 何守信當年 好像是最最最最 他是金牌司儀 但好像最最最最最是 是Carmen's體育 因為他是一個叔叔的同學 好像Carmen 我不肯定 即是前輩這些 但anyway 他那時候找何守信 和另一位女藝員報新聞 然後就有很多香港人罵 因為他們不專業 然後他說他們為什麼不可以報 因為他們這麼專業 不過不是新聞出身的意思 那時候曾經很有聲音 當然有聲音 兩三聲音就沒有了 但他正正是想提出那個問題 怎樣是有人的元素 去講一些公共的事情 但也不要過分過分 其實大家想的事情差不多 還是失敗了 那anyway 這個就是我們的新聞鋪牌 原來我們這樣講 都可以講很久 真的要加分下一個項目 講到新聞鋪牌 是不是我們上次做這個 U.S.Election的時候 我們播了一條廣告 就是播了一條咖啡豆廣告 這個是不是都是我們的鋪牌 其實我們的新聞有一個位置 其實你的數字不能平衡 然後我們怎樣做到一個很不專業的新聞 就是在70年代還是60年代做的事 就是在新聞裡面插播廣告 是的 我們這次的廣告是講什麼的 講咖啡豆的 Simon 新聞就這樣 只是插播而已 你沒有人手說起來 沒有人手說 沒有 插播廣告無線電視也有這樣的 這個也是曾經出現我的爭議 我記得最初PVB的新聞 不說立場偏不偏偏的那些 幾十年前是一截過六點半到七點 最後中間就剪了兩半 就有廣告了 其實那時候也是有爭議 因為兩段新聞中間有廣告 那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那些節目是廣告 現在大家集意為常 因為你不可能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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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個鐘 其實我想那種類型也是這樣的 但我才想看看下一個點的咖啡 我們現在想做的任何東西 都叫做去膨化 以前我們做的事一定會公告天下 找多人家詞 然後就要有一個廣告的開放 現在我們做的事全部都適合 新時代是要另一種做法 所以就是慢慢我們見過下部 這樣試咖啡是一個例子 我們上次說過那些咖啡豆 是要試不同的味道 如何包裝 有什麼罵和客服 所以現在就是這個階段 因為要提供這個實驗 我們是請了台灣拿一張咖啡師 遲多我們會詳細說他拿什麼獎 和怎樣做 去研製了兩種產品 就是叫做隨緣和平常心 但是我們上次又和Jacky說過這個點 所以這次我們想補充的一點就是 在Jacky離開台灣之前 我們會安排專人和我們上咖啡堂 認真 必然上不上咖啡可以一起過來上課 那些東西要新發展 其實那個同一個鋪位 為何可以做這麼多東西出來 因為地方大 因為本來我們在座的地方是一個古蹟 有幾層樓 有辦公室 有宿舍 其中一層要來做餐廳 但是餐廳晚上又刺激了 於是我們呢 有同事 我們想要活化了做酒吧 其實最初的緣起很簡單 我們上班自己有些東西吃一下 因為裡面 當然有些食物是 味道如何 見仁見智 但是絲襪奶茶是非常好的 我真的覺得 因為我們需要用這些東西去提神 那現在就多開了酒吧 我們有機會又介紹一下酒吧的運作 請了有關的同事 但是其實最初我們以前在香港 都有想過做這些事情 香港的土地問題太過嚴重 你做了一座東西 有幾層樓 有辦公室有餐飲 是天價到不得了的 但是這些事情台灣就做到的 所以我們都很尊重這個空間 有機會就來喝一杯飲料 遲些我們再介紹 今天講得太長了 下一個項目 下一個項目 其實是講回YouTube 在下星期開始 我本人就會在公開定期出現 其實這件事我糾結了很久 因為我剛說退不了休的 所以我跟Billiam說了這件事 就是公期訊息退休 幾個月之前已經說好了 這個問題 我再講一點背景 跟陶國中教授的討論 我覺得有點啟發 啟發就是完全不關哲學的事 因為我真的沒有那些慰根 我一直在想那個問題 我真的不喜歡說話 對我來說 我又不是為了用廣告費來生活 有什麼錢都會洩 以及要請人 然後我又不覺得我跟公共說話 很多人想聽那些很少眾的內容 我講過很多這些 甚至會有些 剛才說的反效果 即是你本身如果是很少眾的題目 你會被人抵抗了一個意思 又會令嘉賓不開心 我在胡同那裡糾結了很久 直到陶教授跟我說話 但他所說的東西和我聽到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他所說的裝置等等 我只是聽他講的 因為我不是那一行 但我聽到的點是這樣的 他或者其他朋友 願意在這裡出現幫忙 現在我在外面不出現 那怎樣跟他交代呢 我聽到一些很細族的點 然後我就開始有一個明確很細族的答案 你要講一些很抽離很形而上的 那些我就會轉去牛角尖 其實我感覺到很多朋友在這裡出現 都是為了有一個信仰的 既然他們是這樣 其實我會很不好意思 如果他們會催我出現的話 那事情不太好 這就是回到我的很細族的角度 但是我依然是那一件事 我覺得很大眾的內容 就回到Jucky做了 因為你大眾的 我會繼續做一些純教授的事 所以我們會定期跟Jucky說一些電影 跟Billy說一些文學 或者其他元素的國際關係 總之會做一些人不做的事 另外也會保留這類的節目 給我公眾 還有一些文章會把它變成AI 我會在語言區上課 訪問那些內容 當然我會揭穿自己的工作項 不會太多 人生就是這樣 這個重要的 先說著 宮崎駿這樣說著說著 都是這樣拍出千語千朕出來的 所以我可以的 哈哈哈哈 你早前真的看到Simon 沈山燃燃了 你看到他整個人是沒有這麼精靈的 他現在休息了幾個月 現在精靈回來又開始作戰自己 所以都是要適可而止 但是也要出現多一下 我可以出現多一點 之後我肯定 幾個月後就發現 又燃燃了 我又要再多 要放假 大哥 然後有問題是要解決的 所以我們解決不了的問題 大家都是 有些不舒服的 就是你做了一件事 你希望有你的初心 可以服用到 你可能不可能服用到 你要看看多少成 可以滿足到你的要求 你過了某條線 你自己就會反思 例如Billy 你一直看過觀看 其實我一直覺得不需要 但我相信不到你 你很在意 那你很在意 那些恨人 我覺得是不需要的 這個是Jacky十年前 這個是否定的肯定 別人看你罵你 好過你完全沒有注意 因為你是一看兩面 但這些你說得很容易 你身歷其境很難 所以你一定要經過自己的思想增載 所以我們要交代一下 還有一個項目要講 簡單講完就可以完結了今天的方舟雜誌 好 最後一個項目要介紹的是 我們有出版新書 在上個月推出 就是一本旅行書 是薯伯伯的蕭遙行稿 逆風奧牆 這個名字我講了很多次 因為都很巧合 但內容就是純旅行 因為我們介紹的是另外的同事 現在有新的頻道 我們也不講太多 但這本書 薯伯伯做了幾次讀書會 在香港那邊 因為不會有什麼敏感內容 在講一下 怎樣去用旅行的心態 面對這個世界 但是裏面有很多反思 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旅行 而很喜歡旅行之外 也很喜歡找一些很一般人不去的地方 而他之前在西藏住了十年 接著他又去很多這些奇怪的地方 我相信有很多的事情是有共鳴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看看哪裏買 但我可以多說一點薯伯伯的背景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和你們兩位都不知道 其實為什麼我最初可以開Patreon 就是他叫我開的 所以我也很感激他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是Patreon 也不是那種世界 然後他跟我說了一段階段 各風各面的原因 於是就開了 所以他很無神付出了他很多知識 在這個公開那裏 包括了一些IT的知識 個人資料 而那些是2019年的時候 大家都需要這些信息 任何人都需要的 所以當他要出書的時候 就覺得十分之好 因為那些內容表面上 當然是說一些好像很離地旅行 但一說旅行書 就想到某些形象 但實際的內容是說 旅行思考人生 深度有等等 正是我們平時想說的 有機會我們再說詳細的內容 這樣我們說了一小時 挺恐怖的 要停了 分兩集可以 我現在 分兩集差很遠 好 下星期再談 是這樣的 拜拜 會員獨家專屬影片 如果看小紅書 基本上都是 特朗普這方的聲音會大一點 其實有很多那個表達 在法治內心 尤其是那些 大家自衛自由派的 在美國的那些中國人 即有個term叫毛強 在形容這些人 即他們是比較崇拜 或者是欣賞那些 所謂的男性棄渣之後 成功人士 國際關係深度平 國際香港字文章 岑玉輝博士的 我的香港回憶 隨緣教算文章 其他的會員獨家福利包括 會員直播網聚 見尼地鋪 見尼地學院課程的折扣 以及免費獲得 端傳媒 魚水桂刊 和英文報刊 的會籍等等 在這個動盪的時代 提高國際視野至關重要 立即訂閱 堅尼地球 沈玉輝Patreon 掌握全球動態 成為真正的世界公民